米珍野鳥木雕大師李怡榮 因賞鳥愛鳥進而開始自學野鳥木雕 生根二十多年來 國內外獲獎無數 日前他在臺中大墩文化中心 舉辦各展開幕式 展出作品五十多件 每件都栩栩如生 臺灣藍雀 彎嘴 畫眉 高翹橫等 或展或飛 姿態晚前 並將鳥類的食性 棲息環境等都融入創作 真實還原了野生鳥類的護衛風采 最困難的是它的環境 它的樹枝 樹葉或是沙灘 認為那個都是配角 對我來講 因為柯鳥很熟悉了 反而那些每一種不同的環境 都有不同的挑戰 那是更難的地方 仔細看它的樹葉 它其實是人做出來的 它透過金屬片 甚至它的拆卸 這個地方都用了一些金屬的卡榫之後 它做得非常細膩 而且染色染得非常真實 這是值得去細細觀賞的一個部分 野鳥木雕除需要了解野生鳥類生活習性外 還需要有高超的藝術技能 像這隻藍複形的身體 是用兩片木塊拼起來 裡面是空心的 尾巴是正反面上過四後 再裝上去的 非常費功夫 他對於野鳥生態要有一定的了解 那野鳥的它的種類 那它的這個姿態 它的生活作息 甚至連它的呼吸 可能都要很清楚 另外一方面又要有高能量的 藝術創作能力 作品《擬傷》曾融獲日本Bird Carving大賽總冠軍 表現的是魔鳥為保護幼鳥 假裝受傷 引開天敵的感動畫面 目前全台灣從事野鳥生態木雕的只有兩個人 李怡榮是其中的佼佼者 民眾可把握機會前往觀賞